周深 老师 你也恐高对不对 我恐 你也恐 我就是因为恐高 所以我才比较精神 周深 我爱你 周深为什么是这个升高 因为他繁高 没事 然后那个 高 现在进入舞台推荐时间 15秒的时间给到大家 如果各位想要支持我们的李佩玲 请按下手中的OK键 来完成支持 请注意 本轮所有舞台歌手 都可以支持平凡者李佩玲 佩玲在从第一次看到她内测到现在 我觉得她是来舞台2023 我肉眼可见 改变最大的一个歌手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已经是 非常非常成功 因为你 你已经敢在舞台上 做冒险的事情 你就已经是跟以前 非常不一样的佩玲 对 因为我一直的感受就是 有梦想和追梦是两件事情 然后你知道要改变 和去改变是两件事情 所以你跟以前的佩玲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佩玲了 你已经非常非常好 谢谢 谢谢 下一层 下一层 第一回看 第一回看佩玲 就是真的 然后因为佩玲 然后她的这个才艺 我觉得世上最好的舞美 都配得上林 特别了不起 谢谢 而且最后那个火起来的时候 对 太棒了 就是当时大大说那个 就是遗憾为那个 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感受不到现场这个 对 你隔着屏幕 你是不是 对 到现场那个 咱们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在家拿个打火机 然后给我脸近一点 太危险了 不要玩火 不 远一点也行 不能玩火 远一点也不可以 为什么叫爱他呢 就是说 不可以 在家也要跟现场一样 不行 不能在家玩火 然后门口 不要乱敲啊你 大张伟 怎么着吧 周深被大张伟气到剁脚 你们觉得这个搜标题怎么样 重点 重点就是在于 咱们这个舞台2023 这就是个了不起的舞台 如果说我来第一次看见这样一个节目 目前为止我能记住地回想起来 然后我再碰见别的艺人朋友 我都会说这个节目 有一个这样的舞台 让我记忆犹新了不起 OK的可惜就会一直觉得 他没有把他的嗓子给我们听到 我会觉得你永远就是 老是要到临门给一脚的时候 你就是刹那一下 用你的声音去给别人一脚 但是我觉得反而不可惜 是你刚才那个舞台会很吸引人 因为他有很多的一些其他元素 去丰富这个舞台 但是就还是说 我会觉得对你声音这上面上的可惜 对 我在这里我特别想跟OK说 OK 其实这个夏天 你收获的 超越了所有来参赛的你的伙伴 因为你不但收获了这个舞台 你更收获了他们羡慕的 包括我们也羡慕的 那个情谊 所以你就安安心心放放松松地唱 是不是最后那个不重要了 我第一次来看着都不错 了不起 对 都不错 还想怎么着呢 那么不知足呢 是不是 差不多得了 然后但是呢 你怎么有但是呢 但是也得说一些 假装很专业的这些话好吗 什么叫假装呢 显得是干这孩的 然后行吧 我们那个玉子少女特别的帅气 然后 然后他演的时候 我感觉那一首歌演了九个故事 对不对 然后因为他虽然看上去是演一件事 就是为了拔前面那箭 然后但是他为了拔前面那件事 前面历尽千辛万苦 我感觉他是史诗般的一个舞台 特别的了不起 我只是觉得这个舞台 那个烦舞台 不管多烦 身为一个艺人在台上 那个记点一定要非常之重要 然后你第一首歌唯一的点就是在于 那种感觉 哇 这庙会演得这么热呢 然后但是那个 我不知道我要记哪儿 你那个箭不及时拔出来 是要扎到观看人的心里的 那一刻不是光是形式上看上去你很炸 炸这件事情是每个人不是说出来的 是打亲眼里觉得 我看了个什么 然后你知道那个感觉 然后如果一个人只能说炸炸炸 那个人就是个街本而已 然后没事 那个人今天是个哪吒 我只想说的是这个 就是说演得非常不错 前途无量 但是这个舞台非常故意 稍微有一点 稍微有一点 对不起 然后我们OK少女 现在还抱着那兔子 哇 怎么回事 至于吗 录个节目这么深情 来 没事 就是咱们那个少女一唱歌的时候 我跟周深我就说 我这个嗓音真的很 我说她表现是一直都很稳 周深说不是 对 没有 周深说当然说是 然后一直很好 然后唯一的小建议 就是说我一直认为像你这样的 特别厉害的声线特别好的歌手 如果你在总决赛 唱完这个歌的时候 观众眼睛没有湿这件事情 是没有用到力 我认为 后边还有大招对不对 然后 那后面的大招要让大家湿掉 就是一直喷辣椒水 火 就是嘴里睡着辣的 对 逼掉大家都喷湿回去 物理的 物理的流出眼泪 我觉得这么美的声音 是能够让人听进心里 然后眼睛应该为你下雨的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 应该有这样的表达会更棒 是这样 谢谢 谢谢 OK 那天泽刚刚在你旁边扮演小兔子 反而他给我们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 我们端端说那个兔子应该在中间跳那个 停 然后突然他一摘 然后那个兔子出来 然后这样一下全场就咯就炸了 肯定那一下 因为你那个停止完了之后 我们以为要发生什么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就是 只是在接着唱而已 就那一下如果是他摘了 酷 因为当时也有老师提议过 但其实我是想让天泽 因为我需要一个这么个角色 然后想让他来帮我 但不是在台上感觉 不是为了 对 那样就感觉好刻意 我就是 不是老师 不是说您刻意 不是 首先也轮不着说我刻意 顶多说我的想法很刻意 你比较大了 你比较大了 是 我懂 那样确实是更精彩 对 那个点会更亮 是的 但是我想说不要在乎那些 他也许会怎么样 也许会怎么样 他管用最重要 因为他最终是个决赛 因为那一下也许你觉得刻意 也许别人会说什么 但是现场观众 我们就是会为这个事而觉得 那手里的票就不会停 管用这件事情在比赛是非常重要的 我非常同意大老师说的 就是你要让你做得有效 因为你有效之后 你可以去弄到更多的舞台 去弄更多的机会 加油 加油 好 我们要来看一下 他们两组之间的分差值 请看大屏幕 93 差这么多 就是多还是少 多 一共就八百个人 八百个人 这两位他们参加过六次 我得去的四回 就是那个节目里头 你是最了解的 对 真的 我这看这个演出 就是感觉特别动人 就是为了自个儿 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冲动 然后就一直这么坚持 不管这个风浪是什么样的 我了不起 要我早改行了 然后后来那帮六弯的老师们 都上来之后 都是迷路的孩子们 找到了同样的一个方向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 在青春里 我们都会有一片沙漠 然后你们就是 可以引领这些迷路的人 在一片荒漠中找到音乐 找到自个儿的爱 所以这就是你们演出的目的 对不对 谢谢你们的演出 我也很动容 大老师真的 你不要看他这样疯疯癫癫 他其实很有机会 谁就是疯癫癫癫 我是故意 我讲的没有错吧 我是非常故意 我 我 故意的很自然 好 我想问一下 你们今天是故意设计 让邵浩帆做主歌 Lead 做唱主唱对不对 因为平常是哲宇在做 Lead vocal 对不对 因为其实这首歌 它的音域 在浩帆的评段里面 是很透的 对 所以我会想去包住它 我觉得这个是最令人感动的 就是因为你们是一个团体 你们不会谁永远都是 站在最前面的那一个人 你们是互相平衡的 互相成就的 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分开 我觉得他们的舞台 我都不用多说 因为每一次看完我都会觉得 有点震惊 因为非常稳 我比较在意的是因为 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你们觉得舞台2023 有没有给你们带来一些 不一样的东西 就知道您得问这个 来 对 我们把这些感受 都写在下一首歌了 你挑人家 音乐漫画那种主角 你问我的问题都在我的歌里 对 你知道吗 暂时还不知道 对 我觉得你们经历了不少 然后一路走过来 种种的一些各种的问题 环境 发生过的事不容易 我也很有共鸣 如果今天总冠军是你们 你们之后会下一步是什么 回去做歌吧 因为我们正在录新专辑 对 那如果不是呢 还是一样回去 那其实还是一样 还是会去做歌 第一场演 你们就把黄妈整哭了 这个就是从那以后 我在看你们的每一个舞台 你们总是带着我往前飞 我期待你们下一个表演 其实你们在我的心里 是落下的那个烙印 他们都懂的 好的 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舞台上 等待结果的卓海豚 和刚刚已经演唱完毕的王OK 两组歌手之间的实力值相差 究竟是多少 请看大屏幕 两组相差实力值十三 十三 非常相近 在下一轮五位老师 任意一位给出一颗红心的话 意味着会多加十个实力值 所以这十三个实力值 表示两组歌手 在八百位心目当中 是非常相近的实力 再次把掌声送给卓海豚 加油 刚才一听完 我就转过去跟Ella姐 我就说 为什么会每一次都会被 都会被她打动 因为她使劲 爆发力也真强 不仅仅这个就是 我觉得每一次 姚涛的作品 她都会让我觉得 她在经历 这个故事里面的每一个故事 她怕她是把自己放进去 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 其实还挺消耗自己的一种方式 因为你要让自己去 我猜想啊 让自己去经历里面的每一段 可能生死离别 或者她那个最扎心的那个故事 很佩服你愿意想去做 因为我觉得 无我的一个状态 其实是最安全的状态 最保护自己的状态 但是你去选择 一直是把自己去放到那个 某个角色 或是把自己去 很深入地沉浸到那段感情里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勇敢的一步 而且我觉得她还有一个魅力就是 她在上面表达的东西 会让你去相信她 就感觉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节奏都很紧啊 每个人感觉身上有很多扣 但每次听完姚涛的舞台 我都会觉得好像有个扣 在莫名的某个瞬间 就被姚涛截开了 其实这首歌 原唱者是薛月 她那时候生病肝癌 所以她写了这首歌 我觉得姚涛很珍贵的是 她真的是一块朴玉哦 一直被细细地打磨 发光发亮 但是你的光芒 从来都不让我觉得刺眼 是让我感觉到很温暖的 很有力量的 然后说真的 其实 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 大家在舞台上都有各种经验 但我觉得你最珍贵的是 你的表演 你的样子 你的态度 就是不会改变 很单纯 很纯净的那种 不油腻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胡耀涛这种音乐风格 属于你知道那个拿刀的扎人 他不拿刀瓣 他拿刀刃 你明白吗 就是扎了别人自个儿手也坏了 对 就是他要的是这种劲 你明白吗 就是那种那种范儿的 涛涛在这个舞台上 一直 他是一个不让人去激动的 却是要深深去 在心灵和他碰撞的人 前面那几场 他一直在丢问题 今天的舞台他给答案 涛涛的这个带来的诉说 那个下雨天和他那个 在雨天里的 寻找未来 寻找方向 真的是给我有震撼到 我在你今天的表演里 我尝到了答案的喜悦 谢谢老师 我觉得每次看你舞台 我都觉得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这个比赛结束后 我希望你可以保持这个状态 然后不要忘记 一开始自己为什么做音乐 好 谢谢老师 谢谢 那接下来我们要通过大屏来了解到 是和上一组同样带给大家 很多的感动触动的卓海豚 究竟他们两组之间的实力值分差有多少 请看大屏幕 二十八 但是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谁略高一些 但我们知道实力也是非常的相近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八百位 现场的观众以及我们的吴耀涛 谢谢你带来真挚的音乐作品 好 欧生老师你也孔高对不对 我孔 你也孔 我就是因为孔高 所以我才比较精神 周深 我爱你 周深为什么是这个升高 因为他梵高 没事 然后那个 梵高 都可以支持平凡者李佩玲 凡唱歌手为他推荐的琴启丽 大家好 我的室友 我觉得你真的超级棒的 你唱歌怎么可以这么棒呢 我今天我听到我看到我感受到了 我觉得大家一起 佩玲 我们是你的信仰 信仰 同给她 这姑娘是煽动人吧 她说的 都感 感受到了 感受到了 很棒 谢谢你们的真情大科 谢谢大家 谢谢支持团们 谢谢 我觉得今天的佩玲三个字 女王范 谢谢老师 然后呢 我也很喜欢你今天声音的表现 你的声音除了干净以外 今天多了一些小小的暴力 我好喜欢这样的你 然后今天你真的很棒 很漂亮 谢谢老师 棒棒 谢谢 今天这个让我觉得浑然一体 然后佩玲在上面 你就是今天真正的皇后 谢谢老师 我很喜欢这个舞台 而且就是整个舞台 就是在前奏的时候 我就立马转过去 我跟大老师说 我是觉得今天 这是我目前看到 就是歌手跟舞台 最融在一起的一个舞台 而且佩玲在从 第一次看到她那一侧到现在 我觉得她是来舞台2023 我肉眼可见 改变最大的一个歌手 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已经是 非常非常成功 因为你 你已经赶在舞台上 做冒险的事情 你就已经是跟以前 非常不一样的佩玲 对 因为我一直的感受就是 有梦想和追梦是两件事情 然后你知道要改变和去改变 是两件事情 所以你跟以前的佩玲 已经是完全不一样的佩玲了 你已经非常非常好 谢谢老师 下一层 第一回看 第一回看佩玲 就是真的 然后因为佩玲 然后她的这个才艺 我觉得世上最好的舞美 都配得上了 特别了不起 谢谢 而且最后那个火起来的时候 太棒了 就是当时大大说那个 就是遗憾为那个 看节目的观众朋友们 感受不到现场这个 对 你隔着屏幕 你是不是 对 到现场那个 咱们看这个节目的朋友 在家拿个打火机 然后哥哥脸近一点 太危险了 不要玩火 不 远一点也行 不能玩火 远一点也不可以 为什么叫爱他呢 不可以 就是说在家也要跟现场一样 不行 不能在家玩火 然后门口 怎么着吧 周深被大张伟气到剁脚 你们觉得这个搜标题怎么样 重点 重点就是在于 咱们这个舞台2023 这就是个了不起的舞台 如果说我来第一次 看见这样一个节目 目前为止 我能记住地回想起来 然后我再碰见别的艺人朋友 我都会说这个节目 有一个这样的舞台 让我记忆犹新 了不起